高舉標語大喊口號 曾是挺韓大將的杏仁哥 19日韓民眾一起現身 高雄三名公園對接 隔空向蘇貞唱唱歌詞 白天拼國鎮 晚上拼公投 針對各界關注的美豬進口議題 蘇貞昌重申 馬英九政府開放來牛九年多 至今沒傳出健康疑慮 美豬當然也可以被嚴格把關 替民眾解惑 副總統賴清德 高雄市長陳其邁 也都到場宣講 四大公投案 投票倒數 在一檔羅志強 改到中火夜宿聚焦核四議題 嚴寬恒和高金素媒 也到場聲援 藻礁公投沒有通過 那135億度電的燃氣 燃氣發電的缺口 要中火吞下去 決戰公投 藍綠各自 清權力總動員 北中南串聯 綠營加強和民眾溝通 提倡四大公投 頭部同意 力求政策得以延續 三天新聞綜合報導